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霈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月23號星期天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 POP有夠勁 我是怡霈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 看完之後呢 我真的很想要拿給我身邊的媽媽們 大家都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 雖然這本書喔 這個書名叫做快樂女人不會老 國民奶奶談愛真的瀟灑人生 你知道看這本書啊 你真的會看一看都會覺得說 真的我們女人真的老了之後 有這個三五好友 大家一起去唱唱歌跳跳舞 喝喝下午茶 這這個每天開開心心的 這個含怡弄孫 我真的覺得是不會老 看一下我們的國民奶奶艾珍姐 真的都不老 好 今天很開心我們連線了 因為艾珍姐現在長年都是住在 呃台南 所以我們就連線跟她做個訪問 現在在線上就是我們的國民奶奶艾珍姐 艾珍姐妳好 嗨 大家好 欸妳用視訊是不是表示我們的聽友也會看得到 當然不會啊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要跟妳去那個摸個東西啊 什麼倒杯水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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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妳只要持續 持續保持有聲音就可以了 有聲音有聲音 所以那個手機會跟著跟著往前 跟著我的身體走 其實就是讓我們的觀眾朋友感受一下 你看我多麼不會按照那個叫做排禮出牌 一般的人被訪問應該不會這樣說吧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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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跟我很match 因為我也都完全不會按照上面的題目方法 我就是 好 好 這種最好 不按牌理出牌 好 首先我想要問一下艾珍姐就是 現在妳等於算是住在台南 呃 long stay 呃 應該是 因為我戶口還在台北 我台北還是 還是那個家都還在台北 是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我退休以後 要住到台南安平 因為我喜歡海 我喜歡離海很近 但是呢 我又愛熱鬧 我又不要住太偏僻 你知道全台灣各地齁 臨近住在海邊 妳要可以看得到海 然後很快就走到沙灘 那但是呢 離都市 離市區 大概妳可以十分鐘就可以到的地方 其實不多欸 對啊 對啊 我就是整個台灣 因為出外景的關係 就是319鄉鎮圈跑了 那我就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後來我就發覺 欸 安平蠻好 因為就在余光島 年輕人都知道對不對 對 那裡很美 夕陽有夠美的 對 那麼 我跟很多老人家講余光島 他們不知道欸 那時候跟他們講說 異載金城 他們說 喔 有聽過 我跟妳講 妳要講出的關鍵字不一樣 妳跟年輕人講余光島 因為現在就是IG網紅 就是打卡的聖地嘛 對啊 然後那個余光島 上又常常辦很多 年輕人的市集活動啊 是不是 對 好 那離市區很近啊 我到那個 反正附近都有超市 然後住宅什麼 現在還在建設什麼 國際遊艇馬桶 對 那我可以在家看得到余光島 也可以看得到安平港 對 然後我到市區百貨公司 我只要十分鐘就到了 對 所以我就說 欸 正合我意 然後 蕙陽敬百分之百的贊成 因為他覺得台南是一個古都 但是又有年輕人的這個 這個元素在裡面 現在很多很多原創年輕人 然後大家說年輕人票選 最喜歡去的旅遊點是台南 然後再加上什麼好吃鬼有沒有 對 就覺得 喔 好多好吃的東西 好 他就說 OK啊 贊成 其實他當時贊成也就隨便講一講 是 確實他也是不錯啦 就他也沒有想到他會去 長時間住安平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 我很早就買了房子了 對 這個就叫做 叫做 其實進入老年生活 老人家要有這個覺知 自己要先把自己老年的生活安排好 你不要指望你的小孩去幫你安排 不是說他們不孝順 是他們做的可能不會讓你滿意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對 但是我覺得你是誠喜你媽媽 所以我覺得 你的個性裡面有一些因子就是 我覺得你不會讓自己無聊 你也不會讓自己活得不開心 就是你很懂得安排自己 很懂得跟自己獨處 從小就是 對啊 那我媽媽她 其實這個是要 我在這邊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種獨立快樂開朗 其實堅強 這個是要鍛鍊出來 不是天生的 沒有人是天生是這樣 只有少數 對不對 尤其是快樂的這個元素 那我媽媽是射手座 她就有天生有這個元素 射手座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真的 她才不在乎別人 別人什麼感受 她活得超自我的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好羨慕你媽媽 她好懂得 對 她就很標準 對 她好懂得不要在乎別人的眼光 雖然我們現在也常常在說 不要在乎別人的眼光 但能做到的真的很少 尤其你又雙魚座 很少 你這雙魚座 我雙魚座 我完全叫做吸收 然後我女兒呢 我女兒呢 她是一個畫格子 照說明書 標準處女座 所以她模型做得非常好 她那種IKEA家具 她超會組合 所以她是那種 她那個步驟 步驟一二三四五 我是完全組不來的人 對啊 因為我們是隨性 比較是情感性 如果說是我媽 可能她更組不起來 她可能會把椅子放到頭上去 那天馬行空 那欧陽靖她是絕對是按照步驟 畫格子過日子 所以我夾在一個射手座 跟一個處女座的中間 那我們曾經有一個 也是很隨性的長輩 他也是射手座的 他就 聽完以後他就直接跟我講了一句話 你好可憐喔 怎麼會 像這種雙 那你等於說 兩條魚被兩邊拉著走 因為他們兩個人是個極端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後來我就自己自我鍛鍊 我鍛鍊到郭子前 超佩服的 郭哥怎麼了 鍋子乾 我就叫他鍋子乾 因為他呢 他也是個雙魚座 對他雙魚座的啊 他很雙魚啊 然後他就 因為他大部分都演我的兒子 所以他就說媽 媽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既然喔 不管任何的場合 你不想去 你都可以第一個就直接說 No我不跟你 我不配合你們 你怎麼可能做得到 因為雙魚座做不到這件事情 對 心對不對 沒事嗎 我身邊中間超多雙魚座 旁邊超多雙魚座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正面的勇敢拒絕別人 因為他心中千百個不願意 但是他嘴巴說不出來 對不對 最後就內傷了 自己就內傷了 那我就跟他講說這個要鍛鍊 我真的把我自己的過往的這些所有的經歷考驗 然後重新去審視一遍 然後去找到自己的盲點 然後為什麼我的情緒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全部重新檢視一遍以後 一一的去做調整 調整之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沒有必要配合你們 並不是說我不喜歡你們 而是我有我自己的規劃 了解 解釋清楚之後 像他就說媽 我們去吃烤肉 我說不要 他說你怎麼 我說好臭 因為我吃素嘛 我說空氣不好 我不要 他說不會 我給你保證那個抽風機超好 我說兒子啊 媽現在出來演舞台去 我就想演完之後 我自己一個人去Google一間附近 感覺還不錯的素食餐廳 我自己一個人去享受一下 我幹嘛還要跟著你們一大群人在那邊 去配合去吃飯 我懂 他說媽你好棒 你可以直接就拒絕 他說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完全做到 你口中的那個叫你罵 那就是鍋子前大哥啦 對啊對啊 就是啊 鍋子乾 你快一點好不好 好來 我們先稍微進一段廣告 因為愛蓁姐出了這本書叫做 快樂女人不會老 你待會下一個階段 在整個節目當中啊 教教大家怎麼樣 當一個快樂的女人 其實這本書非常的精彩 我看完了 我決定要馬上馬上拿去給我媽媽開 我們廣告之後再來訪問愛蓁姐 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B Radio是我養肌 我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月23號星期天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們節目線上的是出了這本書 叫做快樂女人不會老 我們的國民奶奶 談愛蓁的瀟灑人生 來 愛蓁姐 你搬到這個余光島附近去之後 我看你每天還一弄孫跟歐陽靜 然後心講得這麼可愛 但是到底什麼樣的啟發 會讓你出這本書呢 其實這是叫做被抓交替 哈哈哈哈 你該不會說抓交替的人是歐陽靜吧 是 是他 就是他 怎麼他怎麼了 他自己出出出的好端端的 又跑馬拉松又跑出出 而且我還訪問過他兩本書耶 對齁 你看 他當然他是 他就是有他的人生規劃嘛 多少年出一本 多少年出一本 他原定計畫是今年要出了 對 然後那個大塊文化的老闆呢 還特別到了台南去拜訪幾位作家 當然其中就是要跟他見個面啊 因為出了這麼多本書 已經變成老朋友 那我們大家就見面吃個飯 吃個飯 那歐陽靜就說他真的不知道帶小孩子 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人生一切 全部都佔滿滿了 所以他說他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能力 而且連好好吃頓飯的時間都沒有 他們有辦法在今年 能夠按照原先規劃 然後就在那邊大家就說 好吧那就放棄嘛 然後我們就邊吃火鍋邊聊天 那我這個人又愛聊天 我就跟郝先生講 我說然後旁邊當然就有一些客人 就是會過來打招呼 嘿 愛真姐啊怎麼樣 那其實都是有一點年紀了 對 那麼我就跟郝先生講 我說你看喔 這裡面好幾桌 都是上了年紀的女人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上了年紀的男人坐一桌 在那邊吃火鍋聊天 沒有 還真沒有 沒有 我說你到一些咖啡廳 或者是到一些下午 你去逛街美食街 我看到很多就是上了年紀的 我們所謂的我們這種老女人 可以逛逛街喝喝咖啡聊聊天 然後時間到了就散會了 那麼他們會安排自己的生活 因為大家吐吐苦水啦 講講罵罵老公啊 說說兒子啊什麼的 其實也不過就情緒發泄 那出去看一看 然後就回去一樣心情會很好 我說老男人呢 他說對齁 沒看到老男人這樣 我說還有老男人的那個內容話題 也很狹隘 因為我常常 我寫有可能是演員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年紀也有了 又常常演奶奶 所以我會看到老人家我會 不管是車上路上公園 反正我都會特別去觀察 那麼會在公園大樹下啦 在涼亭裡面呢 校園的某個角落啊 有時候會看到有一群 歐吉桑阿公 他們在一起 那我會跟他們去打個招呼 那個這張臉也很好用 大家都啊 然後就幾次熟了之後呢 我就會參與他們的談話內容 有的時候我又 蠻壞的 我會摸到旁邊 靠的蠻近的地方 默默地坐下來 假裝喝水 其實耳朵豎起來 在聽他們在講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 就兩大方向 罵政府 還有想當年 就是好漢提當年有 沒有別的 對 真的真的 當年有 當年有一定要講 你寫的這個 你寫的這個 我這一看 我到這邊就是笑出來 因為真心真的是這樣 一群男人 是這樣 我當年當兵的時候 我在那什麼那個 然後就說 你們現在年輕人不懂啦 我們以前當兵 要當個什麼五年 什麼多少的 然後在那邊苦的耶 我們那個班長 那個連長什麼什麼 然後要 要不然就說 你看那個政府怎樣 然後那個黨又幹嘛幹嘛 之類等等的 真的耶 對 是 我本來以為台北是這樣 後來我到了外縣市 其實有這種狀況 我都會 也是會注意一下 好像差不多耶 那有一次到花蓮 花蓮我去做 我當志工嘛 我去做家庭訪問 然後那個打電話說 你們家在哪裡 他說你現在有沒有看到一個雜貨店 我說有 那個雜貨店門口 有沒有做了一群立法委員 蛤 我說是立法委員 後來我到他家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有沒有看到那個 每天下午就有一群老男人 坐在那裡想當年罵政府啊 然後都會說哪個法案 他來做的話會怎樣怎樣 對對對 他來改 講得太好了 對 他說他們默默的喔 都給那些人取了一個名字 叫地下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對 立法委員 喔 他就原來全台灣都一樣喔 然後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 他會 會去到某個店呢 就會跟人家聊聊天啊 那個老闆娘就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好困擾 我為什麼 問我老公退休了 我說退休有什麼困擾 喔 他說有一天我兒子去上班 回來以後就跟我講說 媽我們家為什麼 現在多了一個家具 我說 他說早上我出門 爸坐在餐桌旁邊 然後我下午 我下半回 他還坐在那兒耶 都沒動耶 他都不動耶 那他媽就說 就問他 他說有啊 我有動啊 我走到陽台抽了根菸啊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回來坐這兩 然後前面擺了一個手機 在幹嘛 轉傳影片 還有長輩感恩圖 我真的快笑死了 真的 沒有所以很多男人在退休之後 老婆都希望說 男人可不可以找點事情做 我覺得其實也不能怪男人 我覺得那些男人 就是以前還在 還在工作的時候 你很多事情要忙嘛 然後呢 對 你一退休之後 你突然之間失去的人生方向 你找不到一個什麼目標 不像我們女人 其實我們女人常常會 你說 我們三姑六婆也好啊 很喜歡說長道短也好 可是我們就是 有很多情緒是可以 到處宣洩 然後呢 有出口 我們有出口 我們有一些朋友可以 大家和在一起聚聚餐啊 對 說說說說說一些 說說是非啊 然後講講媳婦啊 之類等等 對啊 就是抱怨一下嘛 抱怨一下嘛 其實真的也不會做些什麼 但是我上次在 簽書會直播的時候 在場現場有幾位老男人 我就問他們一下 我說你會不會去跟你的朋友 就不要說你另外一半的老婆 老婆他絕對不會講心事了 但是呢我說朋友 會不會去談一下你的家庭啊 你的工作 我說你有沒有心事 有沒有心情不愉快的地方 他說有啊 我說那會不會說 他們說不會 我說為什麼不會 他說說不出口 嗯 那只有一個說他會 我說好太好了 那你去去找誰 他說網友 因為網友不認識他 哦 網友不知道他是誰 嗯 所以他可以 呃去complain一些事情 家裡的事情 為什麼 那麼我說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辦法說 大家就是一致的感受 就是面子問題 啊我懂 我懂 那這樣不是很辛苦嗎 是 所以平均到了老年之後 如果你沒有超前部署 把你老年生活安排好 嗯 其實老男人真的比老女人辛苦 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所以我這本書本來那個時候 我就講說抓交替這件事 因為我跟好先生 他也是 他比我小小個兩歲而已 就是我們同一個年代的人 嗯 那講了以後他就哎 他就覺得說這個這個真的很好 他說你為什麼不寫一本書 我說我沒空 嗯 第一個我沒空 第二個寫書 我覺得很無聊 你趴在那邊一直寫 一直寫 我不是這樣個性的人 他說 我說我會說故事而已 嗯 他說那你說 嗯 我找編輯團隊配合你 我們幫你做紀錄 你只要說故事就好 嗯 他說我們同時要出有聲書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故事 用聲音錄製下來 錄製下來 然後這樣也可以用聽的也可以用看的 那我都還沒把話講完 然後欧阳靖就說 欸對好欸 然後就這樣 他們一搭一唱 我糊裡糊塗的 我真的跟你講 我糊裡糊塗的 我就答應了 嗯 然後在當場 欧阳靖還在笑說 欸這個感覺有點像在抓交替 哈哈哈哈 就他今年沒辦法出嘛 因為新獎要照顧 所以後來你就你來出啊 我就變抓交替了 而且重點是 可是你真的很容易掉進陷阱 你都不知道處女座的人 就是一按部就班的 就直接先幫你答應了 然後你就糊裡糊塗的 就這樣栽進去了 對 可是我覺得欧阳靖也 所以我還要修煉 我修煉的功力不夠 沒有 我還要感謝欧阳靖 要不是他這麼說 我們就不會看到你人生 這麼多精彩的故事 而且你 你為什麼不說呢 你的人生的故事 還有你媽媽的故事 你爸爸故事 都是精彩 你知道最近 你說你是主持人嘛 我們也是 就是說我們已經習慣性 我們在訪問別人 讓別人說故事 對不對 那我們自己壓根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想到說 我要自己說故事 而且說故事不是一件 這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在出這本書的過程當中 我幾乎是過了 大概有將近八個月 七八個月是不愉快的日子 好 等一下 可以 等一下喔 我們今天進一段廣告 到底為什麼會七八個月不愉快 我看這本書我是挺愉快的 好 然後再來未來 陳姐 到底怎麼樣把它弄得不愉快呢 晴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ub Radio是我養心 就一直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ub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月23號星期天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Pub 有夠勁 我是怡沛 我們今天就來在節目當中 聽聽艾珍姐的故事 當然我覺得這本書非常好看 叫快樂女人不會老 如果各位女人們 你們想活得快樂 或者是說各位先生們 想讓家裡的女人太座 活得更快樂的話 這本書我覺得大家可以是 真的要參考一下 我覺得看這本書是抱持了一種 真的很愉快的心情 把這本書 而且很容易閱讀 但是艾珍姐在剛剛上一段廣告之前 在講說 為什麼把你弄得七八個月不愉快 你怎麼了 好 那麼 那麼 我在 差不多 60歲的時候 我才開始接觸心理學 那最主要為什麼會接觸到心理學 是因為我們去做志工 會去輔導很多年輕孩子們 然後我們很會說人生大道理 然後會吸收很多大師的智慧 然後就會勸孩子們 你要想開一點 你要怎麼樣放下 反正道理講一大堆 有一次我的一個孩子 他就說 媽媽你不要再跟我講道理 請你告訴我方法 你告訴我我要怎麼做 才能夠從這裡到那裡 我當場傻眼 我不知道方法 雖然我可能會處理事情 或把我自己處理 但是我當我去要面對一個人的時候 怎麼樣告訴他 你要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那裡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心中非常非常多 他們自己的這個叫做創傷 是 那每一個人的創傷不一樣 那你要輔導他的方式 其實也會不一樣 可是我沒有方法 所以在 我就很感恩 那個小孩這麼一說 我趕快到處找 有沒有這樣的課程 結果後來我就開始 我也接觸很多心理學的課程 但是後來我終於 學到了一樣東西叫做 量子轉列 引導技術 引導技術 那個就是方法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 你在這書裡面一直提到這個東西 你寫到我都想去學了 其實當主持人真的很需要 因為你很容易可以讓別人對你說出真心話 好酷喔 這就是引導技術 那我為什麼會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很多用宗教做基礎的心理學 或者是 什麼溝通法啦 什麼其實都有 那我不想要用宗教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想太狹隘 如果他是用佛教做基礎的話 可能他的語言 會讓很多 不是學佛 或者是基督徒 他可能聽不懂 我懂 我懂 那你對著一個基督徒講業力 他可能真的不了解 對不對 那但是 用這個國外的有很多的 就是用基督教 甚至天主教做基礎的心理學 那個 欸 你又沒有辦法讓佛教徒去理解 對 後來我就真的也找了半天 這個可以 這個OK 他完全就是超越宗教 他是用這種物理學來做基礎 然後發展出來的 其實 其實方法大家都差不了太多 但是這個比較更寬廣 所以我就 就是很 又認真的從初階中階高階 學完以後再附訓不斷的再學 因為我覺得 學這些東西 不是說你一次就OK的 因為要一門深入 要徹底了解 後來歐陽晶就對我很滿意 他對你很滿意 他對我很滿意 他其實以前對我有很多東西 不是很滿意 因為我以前也是算是 就是很雙女主 很感性嘛 很情緒化嘛 電視播什麼 人家哭我也跟著哭嘛 都是這種人 那你是演員啊 可是不是啊 演員是 好演員是 要進得去還要出的 是沒錯 但是感知力強這件事 再加上你是雙女主 對 感知力強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問題啊 對工作沒有問題啊 但是對你家人來講 會是個困擾啊 我懂我懂我懂 對不對 後來我的改變 他說他很滿意 嗯 他很滿意 然後他就說 嗯 這個課程他也喜歡 嗯 結果他就變成跟我同學啊 就一起又去上課啊 因為我 我只要有空 我就會去復訓嘛 對 然後我就陪著他一起 也從初階中階 只是他到了高階的時候 有了新獎 所以他現在自己在做現場實習 嗯 嗯 嗯 那就就變成跟這個創辦人 創始人呢 那陳家寶老師 我們也因為這樣變成呢 因為投員投機 嗯 所以就變成像家人 就多了一個兒子 嗯 多了一個兒子 然後就 那我再好 就像回到一個這樣的 這個出這本書的狀況 那我們在面對個案 有的時候情緒有到干擾困擾的時候 我們會讓他回到過去 嗯 有的時候是回到一個月兩個月之前 嗯 因為你現在的情緒狀態 並不是你昨天或者剛剛 對 會觸動 起動你出現這樣的情緒 有的時候往前推 會甚至於推到你是你的原生家庭 比青少年 甚至孩童時期 嗯 或者是更早 嗯 那麼這個就叫做 回頭再重新去面對跟經歷一次 你才能夠在源頭去找到癥結 影響點 嗯 叫做原始點 嗯 然後你處理解決之後 你才會發覺 像那個毛線的線 線頭一樣 打結的線頭 你把第一個線頭解開以後 你後面一路就拉到現在 嗯 一路都可以順利解決 嗯 那麼我在這個回想過去的時候 我請問你 你現在 你要再回想從前 你是不是一二三四五 你就像開了水龍頭一樣 那個 源源不絕的你的思緒 嗯 你的過去的回憶 全部都出來了 嗯 我白天很忙 我晚上 那個龍頭一打開睡不著了 嗯 嗯 你會一直冒出來 一直冒出來 但是呢 冒出來之後 你不能夠說就不理他 你要記錄 對 要記錄 因為第二天你要去 去跟我的編輯團隊 要去討論 要去談 他們要聽我說故事嘛 對不對 我必須要脈絡分明 我不能雲三雾照 我今天講這個後天 今天講行天空 明天講外太空 嗯 對不對 那好 我的脈絡要清楚 然後我的所有的事情經歷 我必須時間軸 都要抓得很清楚 很精準 好了 這樣子是外在 外在影響到了我的生理 嗯 我的身體狀況就累了 太累 嗯 但是呢 我的情緒變得很低落 我充滿無力感 嗯 我揍了一圈 嗯 然後揍著眉頭 每天安心叹氣 然後我沒有辦法做很多事情 像這樣子 我跟妳講話講完 我馬上就喘 嗯 以前那段時間 嗯 我好累 好累 那個累是來自於 不知道為什麼 無力跟無奈感 嗯 有一天魏陽靖就跟我講說 是不是他拖累我 他帶著信講 在台灣住 然後害媽媽變得不快樂了 嗯 他們說那這樣如果是這樣 要不要他就回日本好了 或者他們搬出去住 欸你說這個是不是很嚇人 嗯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說沒有啊 因為我看到你們我就快樂 嗯 尤其是看到信講 我所有都不愉快 我看見他我就很快樂 嗯 嗯 觸動 好 我馬上就不說話了 然後我當天晚上我就 自己一個人騎腳踏車 因為在安平有個林茉娘公園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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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騎腳踏車騎 慢慢騎 騎到林茉娘公園 坐在海邊 就看著海 晚上 反無其麻黑 只是看著漁船 驚驚出出 然後我就在想 什麼東西觸動了我 啊 原來回憶過去這件事情觸動了我 嗯 因為你看過我的書 你就會知道 其實在整個童年的經歷跟考驗當中 我是處在一個叫做被動 沒錯 被動 然後我是充滿了無力感 無奈感 嗯 一直到中年 到老公往生 一直到我要去面對很多的狀況的時候 那種對於生命 跟你沒有辦法掌控你的生命 要發生什麼事情的這種無奈感 我懂 就在你回過頭來 重新經歷一次的這個過程當中 全部被挖出來了 而且那是全部被連結上了 對對對 而且主要的是 我們以前沒有感受是因為 我們很忙 對 然後我們 我們好像覺得忘記了 忘記了很多事情 所以它其實就叫做覆蓋法 就覆蓋了 蓋住 一層層蓋住了 嗯 那麼這個 後來就你有看過神隱少女嗎 有 然後 第一遍看還沒什麼感覺 後來 隔了很多年上過課之後 其中有一句話 那天看了時候 欧阳靖還說這句話你記得嗎 我說哇這句話真的是太經典 哪一句哪一句哪一句 你知道錢婆婆是好人嗎 是對 湯婆婆的雙胞胎的姐姐嘛 姐姐對 對 那麼千尋跟她講說 為什麼 我覺得我好多事情都忘記了 尤其是她覺得跟那隻白龍 應該是認識的 那為什麼我忘記了 錢婆婆笑笑的跟她說 曾經發生過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忘記 只是你想不起來而已 好 那就是這句話就可以很代表我那段時間 我沒有忘記 但是我想不起來 那但是我打開了水龍頭 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以後我被觸動了 我所有的這個當年的這個創傷印記 所帶給我的情緒 不自覺的就出現在我現實的生活裡面 我充滿了我的身體 就充滿了無力無奈 對於環境 對於事情 對於所有的狀況 都是無可奈何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它就是像生病一樣 我懂 所以當我這樣子去 突然之間體悟到 哎呀我說謝謝歐陽敬講的這句話 如果她沒有學習這個的話 她也不會丟這句話 什麼東西觸動你 那既然我被觸動了我要不要面對 那我就自己當我自己的引導師 我來幫我自己引導 是哪一個事件對我影響最大 那我再重新經歷一次 然後我再換不同的角度 像現在我們就是在學習叫做用高維意識 比較高維度就是抽高拉遠 看這個事情的這個全方位全面向全習慣嘛 那我就抽出我自己 我抽出我是痰愛真 但是呢我在看這個痰愛真小的時候 那那麼這麼大的創傷是為什麼 嗯 那麼三百六十度 全方位立體的來看 我才豁然開朗 嗯我之前也看過另外一本書 也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譬如說我的情緒 當下發生的事情 可是過了之後 其實我應該是要抽過 抽就是很像是 呃講講講比較好理解 很像是靈魂出竅 你在第三第三方 在看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再去體 體會 重新 重新的去 去感受 去體悟 是這種感覺 對 他其實也沒有講到這麼玄 叫靈魂出竅 沒有沒有 我是說要講得很白 很直白 讓大家聽得懂 其實 呃 他也不是 就是用一個旁觀者 旁觀者 對 嘿對 那像我們照鏡子的時候 好等一下等一下 艾珍姐艾珍姐 我必須要像靈魂廣告 OK 等一下喔 最後的最後一個階段 因為當然 好 在書裡面有很多 就是你過去 當然你想做很多童年的事情 但是我最後是想聽 我想要聽一個就是 那哪一個哪一段是你覺得 呃印記最深的 我們廣告之後 你來分享這個 OK OK 青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氣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好的我們的國民奶奶 彈艾珍艾珍姐出的這本書叫 快樂女人不會老 當然這本書我覺得 好像是我在看了一個 我人生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好像彷彿一場電影 或是一個很精彩的舞台劇 但是對艾珍姐來說 就是你真實人生發生過的事 在這個書裡面 你覺得 對於你來說 印記最深的是什麼 嗯OK好 那麼印記最深的其實就是 其中一段就是 在上學途中被爸爸帶走了 嗯 被爸爸偷走了 嗯 那在同年的時候 我充滿了無奈感 然後到處像 像個沒爹沒娘的孩子 這樣到處去塞 然後去經歷很多 我以前跟媽媽在一起 沒有辦法想像的考驗 嗯 那麼當然因為書 你知道有成本考量好 所以有些東西也都省略了 沒有講得很詳細 嗯 其實真實的狀況其實更嚴重 那麼 那那個時候曾經對媽媽也有充滿了埋怨 她為什麼不來找我 嗯 是不是因為有了妹妹 嗯 所以她放棄我了 其實 後來我才能夠體悟到 媽媽有媽媽的無奈 嗯 那麼也經 我剛剛就在講說 我重新再去經歷那一次 經歷那一次 我在用 呃就是不是用靈魂出竅 而是用一個抽高拉遠 嗯 第三者的角度來看 然後我再同時看看我的母親 去體會一下 如果我是我的母親 我為什麼那時候 呃會這麼做 那麼我再去體悟一下我的爸爸 如果我是我的父親 我那個時候為什麼會這麼做 那麼當我去了解他們的無奈 跟痛苦的時候 我這樣子我就能夠理解了 嗯 我理解之後 那麼雖然我那時候這麼小 我這麼的無力感 但是都被大人安排 但是我現在了解他們的苦衷之後 那麼我自己是不是就放下了 我等於去療癒我的那一塊創傷了 其實但是 就是這麼簡單 可是我覺得沒有 你現在講起來很簡單 很簡單 因為時間 欸時間有限 我只能快速講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但是你雖然 我剛剛一邊在聽你講的時候 我一邊在想像說 假設如果 嗯 我生命中一定會有那一些 他做了某些事情 你覺得你到現在 你沒有辦法真正放下 或是原諒的人 一定有這樣的人 對啊 有很多話一定有啊 可是你在講的當下 我一邊在想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 雖然你你你 是啊 我覺得非常難 因為通常我們會站在自己的角度 在為自己想事情 但是當你要站在別人的角度 也許你你體會爸爸那時候的無奈 然後媽媽那時候為什麼不來找你 嗯 你實在是這樣輕描淡寫的講過 但是這一段練習跟這一段 你要能夠感知這一段 是非常難的事情 我跟你說齁 別人呃 別人因為呃 他不了解你的感受 然後他做了一些事情 讓你感覺到很受傷 嗯 那麼這是他做錯了嘛 對不對 嗯 好 那麼如果你因為這樣 你自己很痛苦的話 很痛苦很難過的話 這真的印證了就是 呃上人講了一句話就是 生氣 就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你自己 自己 悲傷難過怨恨都一樣 就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你自己 嗯 可是 你要去理解他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我並不是說 呃 你要你可以去原諒那個人 而是原諒別人就是放過自己 因為你了解了 你不會再去怨恨了 你也不會生氣了 但是他做錯事情 他本來就應該受到他自己的懲罰 可是 該懲罰的不是你啊 對不對 嗯 嗯 我真的很受傷 那好 那你就就面對 為什麼你會感覺很受傷 嗯 是真的這個事件讓你覺得很受傷嗎 還是這個事件之前 你有類似的狀況 你有類似的狀況 讓你產生了這樣的情緒 所以你會把那個情緒 去套用在跟這個很相像的世界裡面 嗯 你不自覺就被觸動出來了 嗯嗯嗯 所以 所以每一個人在進入老年之前 先學會把自己的情緒安頓好 嗯 否則你說 你去 你去參加多少社團啊 你去做公益啦 你去當志工啊 你去幫助別人啊 或者是你去參加什麼媽媽社團啊 你去跳舞啦 或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 這一切一切都是覆蓋法 嗯 只能讓你短暫覺得快樂 可是你內心深處沒有解決 今天的金句 對 今天的金句 愛真姐的金句就是 當你老了之後 你必須要學會把你自己的情緒安頓好 如果還沒有活 學會安頓情緒的 來買一下這本書叫做 快樂女人不會老 哈哈哈 我認真覺得很好看耶 雖然我不是活在那個年代 謝謝 但是我看了我覺得非常有收穫 是 然後我改天再跟您請教那個 量子什麼來著 量子轉念 OK 量子轉念 謝謝愛真姐 你趕快去吃麵 謝謝 趕快去吃麵 謝謝 OK OK 謝謝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